國際新聞 真相部落網 歡迎加入我們今天的討論 國安局證實了北韓領導人 金正恩生病 而美國媒體說他還活著 不過不能夠說話 其實從最近北韓的布局 可以看出來後金正恩時代 一場腥風邪雨即將要展開了 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 還有金正恩的叔叔 金平日 究竟誰會是下一任的 北韓領導人呢 而最近其實國際油價暴跌 海盜搶奪這個郵輪 已經賺不夠花 他們轉而擄人樂俗來大賺贖金 但是為什麼在全球的海盜史上 我們中華民國的海軍 竟然是榜上有名 而且老蔣當年還被稱為是海賊王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今天都會一一的告訴你 先來介紹今天的來賓 資深媒體人丁學偉 各位大家好 資深媒體人黃世聰 大家好 歷史老師陳啟鵬 新的好 大家好 秘老師林正義 新的好 大家好 好 現在帶大家來看到的是 國安局已經證實說 金正恩生病了 但是金正恩這一病 似乎檯面下的爭奪戰已經出來了 剛說到了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 她現在掌握的是北韓的對外事務 而她的叔叔金平日掌握的是軍權 這一場熟職的爭奪戰 好像是敘事待發了 金小胖現在到底是怎麼了對不對 大家都很想知道她的情況 之前說她心臟的問題 心血管疾病 還講得有聲有聲說 這是因為晚了幾分鐘對不對 所以她後來就心臟什麼衰竭 怎麼樣怎麼樣 好 不過4月30號 我們國安局長邱國正 他出來證實 她證實金小胖真的是生病 可是她生病是生什麼病 這次又不一樣 說她可能是腦部的問題 腦血管問題 但腦血管你直覺就覺得說 她今天為什麼會腦血管 原來是血管破裂 其最後她可能這樣 重症狀態 意思清楚可是言語不行 金小胖是何等人 對不對 白頭三血統的大統領大英雄 你今天出來如果是眼歪嘴斜 那怎麼辦 不得了 對她來講的話 那當然不行 可是大家就覺得說 北韓為什麼勢力會牽動 這整個世界的局勢 你朝鮮半島出現了什麼事情 從渤海接下台海 再到南海之後 全世界你會這樣 西太平洋整個都會動盪起來 所以金小胖大家都希望說 拜託你好好不要出事 那即使你出事了 也希望說你們能夠 和平的政權轉移 所以現在講出來說 她的叔叔金平日 金平日去年才被召回來的 所以趕快 她現在掌軍權 為什麼 她叔叔金平日 當初在金日成時代 可是警衛隊隊長 所以她當然對軍方的力氣 整個發展 她有她的脈絡可循 那這個金與正 她妹妹 最近這幾年 金正恩走到哪裡 要帶著妹妹 跟著 對 而且她妹妹那個樣子 外國人看了就會怕 為什麼 她都向上斜30度角 而且她不講話的話 你永遠看不到她的牙齒 即使在笑的話 皮笑肉不笑 這個人厲害 那金氏家族 你有發現 全世界的極權國家 哪一個像金氏家族這麼厲害 她已經傳了三代了 對 真的 接下來還要傳下去 你知道嗎 為什麼 因為他們本來其實想說 從金日成時代 他就覺得說 我如果活到長生不老的話 那這個金家政權 就我來執掌就好了 幹嘛傳下去 而且我的兒子子孫 世世代代 大家都長生不老 那不是更好嗎 所以金日成那個時候 創了一個基礎科學院 把全北韓 所有那個什麼醫療 生化 科技的什麼 全部都集合起來 為什麼 你給我發展一個長生不老藥 給我吃 吃了我長生不老 那後來人家就發現 想了一些方法 怎麼想破頭都沒辦法 怎麼樣長生不老 後來他們找到一個方法 很奇怪 找了一堆二十幾歲 那種 好像在海軍陸戰隊 打個汗燥就好 身體很健康的對不對 我每天給你吃營養品 吃完之後我說 你的血跟金日成換血 換血這種方法 那後來外國的醫生 醫療團還講說 不行喔 你換血的話 開玩笑 這個血一換的話 搞不好拜血症就死掉了 那後來你知道 金日成他用什麼方法 他後來給他的研究說 我用漢衣 就是那個他們講的韓藥 韓國的草藥 我幫你調整身體 而且你要注重一個孝公 就是你走到哪裡 要開懷大孝 心情好就可以了 那可是他活到82歲對不對 還是要走 對 還滿不錯 對韓國人來講 北韓人來講 後來他的兒子金正日上台之後 他覺得說不行 我還是想要長生不老 所以那時候這個改名字 把這個基礎科研改成 萬壽無疆研究所 求一個好名字 萬壽無疆 這個萬壽無疆後來講 傳說他們這個更荒腔走板 找了一堆女生 處女的血 你知道嗎 把這些讓他們吃的營養品之後 每個禮拜抽200cc的血之後 打入金正日的體內 打進去說實在有效嗎 看起來他只活69歲 應該是不怎麼有效 那現在要傳出來 金正恩更誇張 金正恩他有所謂的歡樂族 一千多個女生 每天都陪在他身邊 所以現在傳出來說 他最喜歡吃什麼 獅鞭 獅子的鞭 獅子多何孤 對不對 就是為了要滿足你個人的慾望 可是你看金字王朝 追求的是長生不老藥 那你看秦始皇 這是最有名的 全世界帝王裡面追求長生不老藥 最有名的秦始皇 可是秦始皇你看 他那個時候就遇到一個方式 叫做徐浮 這個就是現在我們說的道士 方式 他在練丹 那練丹練久了 總會練出一些東西來 讓你吃下去身體舒服 他就覺得說 秦始皇你吃看看 他覺得說滿有效的 他就開始說 皇帝信任我了 第一招達成了 那我就跟你講說 海上有蓬萊方丈迎舟 有三個神仙 神山 對不對 這個地方有長生不老藥 那皇帝拜託你找一些人 去求長生不老藥 第一次去的時候 他突然間出海之後 遇到了一個大鯨魚 他不行 他又回來跟皇帝講說 不行 你這次要給我更多人 三年的糧食 三千同男同女 我帶著這些人 我絕對幫你不老藥 後來你知道 他去了之後就從此不還 我們那個史記秦本記裡面就寫 什麼叫平原廣澤 只亡不來 就是我看到一個這麼好的地方 我去了之後我當亡 我幹嘛再回來 我跟他講到對不對 是一去不返 那接下來我就知道說 你看 那大家講說徐福去到哪裡 他為什麼不返 大家就想說他是不是去到日本 大家就在傳說說為什麼你知道 日本和歌三線裡面 有所謂的徐福公園裡面 還有徐福墓 甚至還有一個徐福廟 那個裡面大家就在記載 到底這個徐福 是不是日本人的祖先 對不對 後來人家就開始出來研究 他說日本時代 徐福去的那個年代 那個西岩前200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日本是什麼 石器時代 石器時代什麼蠻荒 可是徐福去了之後沒多久 他們竟然有出現陶製品 那清潮的時候 對 整個公寓成就就起來 而且後來還會農耕 還會什麼畜牧亂七八糟 一大堆 後來日本人類學家 要開始花六年 就對十萬人進行測試 從那個頭骨有沒有 開始去測了之後 發現說他怎麼跟中國 這個江蘇 浙江 安徽 福建 山東半島的頭骨指數很接近 真的啊 徐福是哪裡人 山東人 對啊 所以就一樣 那接下來又有研究更誇張了 北周北部的人的身高 徐福去了之後沒多久 幾十年的時間而已 突然長高了3到5厘米 徐福去是因為帶了很多東西 營養比較好 是 前日本首相宇田征也講說 他是徐福的後裔 所以很多日本的姓氏 其實你要從現在看起來之後 都覺得那個姓氏就是中國古姓 而且最有名的日本天皇 他的傳承的那個叫什麼 有一把劍對不對 對 那就是青銅劍 秦朝的那個時候最有名的 那接下來他還有一個齒鏡 一個鏡子 也是青銅的 那還有一塊玉 和田玉 所以人家講說這些東西 根本就是秦朝的制度 完全移植到日本去 所以為什麼大家會覺得說 徐福就是日本神武天皇 可能就是他們的祖先 後代遺留下來 其實後代的慢慢的 很多研究都可以證實這一點 好 之前我們節目當中說到了 2020庚子年會災難四起 的確這個陸地上 我們受到了武漢肺炎的影響 而現在海面上 竟然也是殺雞蟲蟲 對 今年這個庚子年 真的很多事情 大家從來沒有看過 除了這個肺炎之外 那前一陣子 這個海面上 多了非常多的海盜 他們要到什麼 他們要到郵輪 為什麼要到郵輪 大家覺得很奇怪 目前不是負郵價的狀況嗎 還有肺炎影響 大家都沒在用油 那為什麼你要到這個郵輪 主要原因是因為 現在這些海盜們 他們沒有其他船可以到 因為現在商船都沒有往來了 沒有商船往來 唯一在海上還在行駛的 就只有這些郵輪 那郵輪的話 我們就去搶這些郵輪 而且星總你知道嗎 因為郵輪 這個每一個郵輪上面 它大概可以載200萬桶 那沒有錯 你說200萬桶 現在油價一桶10塊錢 有2000多萬美金 而且因為主要是因為現在 在海上漂流的這個郵輪 大概有4000多艘 以前他們郵輪上面都會聘請 這些所謂的這個 包括說一些武裝部隊 現在那麼多艘沒有武裝部隊 所以他們現在 海盜要到他們太容易了 所以我跟你講 2020年你看 人家說什麼 會淪為海盜年 你看這是一個政治風險的 這個諮詢公司就說什麼 襲擊將在2020年和2021年擴大 連兩年 尊定沒人 我就當然來搶 所以你看 根據這個國際海事局的IMB說什麼 2020年的第一季發生47起 較去年同期 積增9起 你就知道說 海盜在未來一段時間 可能會橫行在海面上 尤其是 現在最熱門的熱點在哪裡 我們以前都不是說 不是在波斯灣嗎 那個海盜 索馬利亞海盜 現在不是 現在是在這個地方 吉內亞灣 它是在西非 奈及利亞這個地方 因為這個地方 我們講奈及利亞 它本來就是全世界 非常知名的產油國 雖然很多郵輪都從這邊出來 他出來的時候 剛好 我旁邊很多國家都是 這個可能沒有什麼錢的 我們就化身為海盜 所以是掘這些人 所以你看他們掘這個海盜 還有抓這些人的時候 你看2018年是78個 到2019年的話 已經激增到121個人 而且大家就說 你就掘人 你就把這個油載走就好 你幹嘛掘人 心童 必須要這樣講 因為第一個 油價真的暴跌了 油價暴跌的時候 我要賣油的時候 有時候理順沒那麼好 對不對 而且我真的 現在是這樣 我要賣油的時候 沒人要油 現在飛機 油太多了 飛機也不飛了 輪船也不開 那我油賣哪裡去 很簡單 我抓人 所以我抓人的時候 我反而可以從你 譬如說我抓心童 你這個船老闆 你要給我輸來 所以反而可以有錢 錢還來得比較快 所以現在反而變成是 要抓船員的話 和貨物反而比油還要更簡單 所以就變成是 未來一段時間的這個海盜 可能會橫行在整個海面之上 是 不過以前我們有說 就是為什麼這個海盜史上面 老蔣為什麼會被稱為是海賊王 還不只老蔣被稱為海賊王 我們中華民國曾經有一度 也是海賊王國 真的啊 真的 一直到1992年才被除名 沒多久 對 沒錯 那這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 我們現在要從1946年說起 當時我老蔣來到台灣 來到台灣的時候 他想我還是要反攻大陸 所以要反攻大陸的話 我有一天一定要回去中國大陸 所以怎麼樣 他要說有很多國家都會支匪 譬如說可能中國大陸要有 要很多東西 那就送到中國大陸去 他就說這樣 從1946年的6月起 我宣布封鎖整個台灣海峽 還有封鎖整個中國的沿岸 他就說從中國北邊到中國南邊 所有的船 你只要進去 透過台灣海峽到中國島 我全部都給你攔截 那就變成這樣子 那因為你知道 為什麼他敢這樣做 因為當時根據國際法庭的說法 是說什麼叫做海賊 海賊的意思就是說 或是海盜 就是說你是私人部隊 那就是海盜 那我們是海軍 我們是海軍 所以我們不是私人 我們是合法的 所以就變成是合法的海賊網 那其實還有另外一個原因 是因為為什麼 當時有爆發過韓戰 還有很多戰爭 其實美國跟中國 後來也在交戰 因為韓戰的關係 美國當時是睜一隻眼 閉一隻眼 他想說好啦 你要搶就讓你搶 美國也支持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一直洗劫 那你知道前前後後 中華民國海軍 一共洗劫了140多艘的船隻 一直到1992年才廢止 而且一直到1992年廢止之前 台灣就是海盜王國 而且台灣的老獎就是海賊王 這都一直記錄在歷史上面 天啊 對 我們台灣過去有非常多 如果你老一輩 可能會講有那種茶叻溪 那種貨 那種貨很多的 就是來自於我們去洗劫來的貨 所以你看台灣有一度 在市面上還有看到這種 你看這個腳踏車 你看它把手是這樣往下彎的 這種平的那種把手 甚至它這個整個架構 你看這跟台灣的腳踏車 這完全不一樣 這就是洗劫來的 你是說洗劫過來的 對 這是從德國那邊洗劫過來 所以當時有很多 你可能在台灣沒有看過的東西 其實都是老講過 我們海軍去洗劫回來的東西 所以以前小時候用的舶來品 有可能是洗劫來的 有可能很多是這樣子 好 那其實最有名的一件事 是什麼事呢 就是這個陶博斯 陶博斯號 那這個其實是國際上 非常有名的一件事 甚至它還差一點 引發了美蘇大戰 為什麼 你看這個1950年的6月23號的時候 其實當時有一艘船叫陶博斯號 這是蘇聯的船 蘇聯的船我們都敢搶你知道嗎 那那一艘船是怎樣 那一艘船其實是從中東 要運著原油要進去上海 那原本其實我們台灣 並不知道這艘船是怎麼樣 其實當時是有一個說法是說 美國通知老講說 有一艘這個船要從台灣海峽過去 他載了很多油要進到上海去 看你怎麼處理 結果老講就說 那我可以打他嗎 那你就去打吧 所以老講馬上就派軍隊出去 他當時派了這個單揚艦出去 那出海之後 然後就遇到陶博斯號 那遇到陶博斯號的時候 他就說你給我聽下來 陶博斯號根本不理你 結果你知道他還用了當時的 25毫米的這個泡這樣泡... 朝海面上打了五分鐘 他說你給我聽下來 結果後來這個 畢竟陶博斯號人家是名船 根本沒有武裝部隊 好 他就停下來 停下來之後 我們台灣的這個海軍就上岸了 我們當時的單揚艦上岸 還有100多名的武裝 全部都上岸 可是因為畢竟這個陶博斯號 他是那種蘇聯的那種民用船 我們這些軍方人員上路之後 不會操作 不會操作想說 但是又不放心 讓這些船員操作 結果怎麼辦 我們是派另外別的船 把他拖進我們的港口裡面 那當然不用講 上面有很多人全部被扣留 而且心統知道 這一艘這個陶博斯號 最後還編入我們的海軍裡面 我們有一艘就會計號 就是這一艘 變成是我們海軍的艦隊 你看我們 這是蘇聯的船 對 蘇聯的船 所以你知道 要是你是蘇聯的 這個領導人你聽到怎樣 氣死嘛 所以你知道 1954年就一個月之後 蘇聯馬上就派軍隊來了 他就帶我們基隆海峽這個地方 基隆海域這個地方來 結果我們台灣當然拼不過 所以我們就趕快呼叫 美國老大哥你趕快來 好 結果你知道 美國老大哥就來了 第七艦隊就來到台灣 海峽這附近 跟他們這邊對峙 那你知道 美國跟俄羅斯 要是真的一開始開活起來 那還得了 結果後來俄羅斯就想說 好啦 這個蘇聯就想說 好啦 我摸鼻子我就走了 算了 我就 反正我們在尋求其他法 你來硬了不行 我就來軟的 結果後來這些人 後來我們就把他扣留說 我們剛才講到 這個陶博斯號有非常多人員 那這就是那些船員 那船員在這個地方 這被我們扣留 扣留 結果後來我們從1955年之後 跟他們協商之後 開始陸陸續續的放 一直到1989年之後 才全部把他們所有船員都放走 你看 他們有了被台灣 積留了三四十年的時間 結果你知道這些人回去了 變成俄羅斯的民族英雄 為什麼 你看 事實上他們回去之後 結果當時蘇聯就把這個 整個故事拍成一個電影 你看 這是當時的電影海報 陶博斯號被台灣洗劫之後 然後他們這些人光榮的 就是回到了這個蘇聯的境內 所以當時拍成電影 而且還是1959年的 當年蘇聯的票房冠軍 所以這是真的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 我覺得真的非常有趣 好 武漢肺炎的疫情非常的嚴重 讓中國大陸現在也陷入了危機 不過上一個禮拜 習近平他就特地到了秦陵去 有人說他是要去看看龍脈 是不是還安好 不過習近平為什麼對這個秦陵 這麼的重視 其實他在2014年的時候就下令說 秦陵上面的這些別墅都得要拆掉 為什麼會這麼做呢 原因就是因為在中國的歷史上 只要在秦陵大興土木 那麼這一個國家後來的運勢 都不會太好 要問一下正義老師了 秦陵是不是真的是中國的龍脈 我們先瞭解龍脈 中國的龍脈有三大脈 第一大脈是在北方 從北方開始 從昆仑山一直分支 分成三條 那北龍呢 就是到最後到了北京 形成了一支燕子叫燕金 所以我們現在有燕金啤酒 是 就是說它的樣子是一個燕金 所以那個中共在北方它蓋了那個燕巢 就是鳥巢 那個就是 因為它是燕子 那藍芳這一條龍呢 那麼是它的這個右白虎 就大龍 它是左青龍 是這個北方的 那藍芳這一條呢 到了這個福建的這個燕海以後 它形成了一支大閘蟹 它就回過頭來看這個看中原 是 所以那中間就是秦嶺 秦嶺是一條過山蝦 是一條龍蝦 那這條龍蝦呢 只有它是我們三條龍脈裡面 中間這一條龍是祖龍 這邊北龍是它的青龍脈 藍龍呢 那是它的這個白虎脈 那只有一條呢 是由西向東 也就是說中國它要吃太平洋這個水呢 是只有中龍可以吃得到 北龍跟南龍呢 它其實都是在南北發展 所以歷代以來你看中國很少出海 那這一次呢 等於這個龍是抓到了這個時間到了 所以它是中龍 它得要出海 出海跟誰搶 跟這個名堂是太平洋 它得跟美國搶這個海 好 那你現在你正是中國這個 裡面龍脈裡面最大的一條 中國所有的 歷代以來的文化 就是這一條龍的靈魂 編織出來的文明 那你在上面 坑坑答答給它挖了 這個 從這個龍脈裡面 它陸陸續給它挖蓋別墅 就沿著這個龍脈這樣子蓋 你等於把幾乎把整條龍的 龍的上面那個背脊的上面 已經通通傷到了 所以對習近平來講 我現在是走這個中國的領導人 那這條龍脈就 就的力量是地靈出人節 地如果靈氣被破壞 那我就倒霉了嘛 所以他曾經發現了這個龍脈以後 六次要拆這個 下令下六次 就要把它清除掉 第六次拆 好好地把它清除 可是它其實已經傷到了 所以為什麼習近平作為一個領導人 那這地靈出人節 我得到這個地方來看一看 有沒有把它整治好 這是對我國家的命運 是有一個息息相關的 一條地靈出人節的位置 習近平稱這個叫祖脈 他不稱龍脈 祖脈就是我祖先都是靠這個地 那麼提供給我們能量 提供給我們力量 所以去把這個學術拆掉 是對他來講是好事 但是傷到已經傷到 可是他拆掉降低他的這個傷害 你如果到韓國拆掉 他還維持那個過去的風水習慣 就是我如果家裡行的話 我做這個粉做在這個龍脈上面 後面龍脈我都要買 我怕人家在後面給我搗蛋 是 所以來龍跟去脈 所以這一條龍就是東西向 也就是說中國開始往外國外發展 那他要發展他的這個國際化 這一條龍是標準是由西向東走 所以古代有講說 如果不是猛龍就不過江 如果不是游龍我就不繫海 他是一條游龍 他得要他把日本當暗桌 然後跟美國相對抗 所以這個在搶太平洋 那水主財 這就是貿易 有人怪說是不是破壞了 所以那個貿易戰 我們有點好像示弱的樣子 那現在把它清一清 看看能不能恢復力量 原來這樣子 習近平就是因為把這個看成 是自己的龍脈 所以才這麼的重視 但其實科學界當中 有很多沒有辦法解釋的事情 尤其是在自然界 也有很多沒有辦法解釋 例如像是巴基斯坦的死亡之秋 他就跟天啟大爆炸 還有這個通古斯大爆炸 並列為大自然當中三大謎團 要問一下啟彭老師了 為什麼這個古城 它會在這個住了十萬人 這麼先進的一個古城 竟然一夕之間它滅城了 對 我們先講說印度合作案 也就是在現代巴基斯坦信德省境內 考古專家發現了一個西元前 2000年前的古城叫做摩亨佐達羅 那這個摩亨佐達羅設計非常的先進 而且科學 因為它整體的都市規劃是採取棋盤式建築 所以整個都市府看下去 就像一張棋盤一樣 而且裡頭的每一間房子 都有自己的獨門院子 家家戶戶都有廚房跟廁所 而且還有衛浴 更重要的是 它還有自己的先進的下水道系統 所有的家庭被水通通可以匯集在一起 然後流出去 所以這個時候 這個地方被考古專家稱之為 青銅時代的曼哈頓 你就可以想見得到 當時這樣的一個城市設計 是多麼的先進 那考古專家發現這個都市 大概住了有十萬多個居民 可是很奇怪的是 居然這十萬人在一夕之間消失 這麼奇怪 對 而且他們從他們死亡的骨骸來看 因為他們後來在裡頭發現了44具骨骸 有些人在街上漫步 有些人在家裡休息 那看起來很像是他們遭遇到 突如其來的一場大災難 才會完全沒有辦法應對 所以這個地方被考古專家稱之為死丘 因為摩痕佐達羅在當地的邦野裡面 就是死亡之丘的意思 那問題是這一座古城 為什麼會因此成為被墟呢 到底是發生什麼原因呢 那一般而言大家有集中彩測 第一個是說印度河改道 引發大洪水滅村 那第二個則是傳染病爆發 造成全部的居民死亡 可是這兩點都沒有辦法 解釋一個特殊的現象 就是當地有出現一種 岩石玻璃化的情形 所以大家更傾向說 是一種爆炸性災難 我們來講一下 什麼叫做岩石玻璃化 它其實是岩石瞬間加熱到 攝氏一兩千度 然後瞬間冷卻之後 才會形成這種玻璃化的情形 所以你看到這個岩石 對 它有一點半透明 而且表面還滿有點光滑的 對不對 以現在的科學水準的話 必須經過核爆這樣一個 劇烈的大爆炸 才會形成這種岩石玻璃化的情形 可是在西元前兩千年 對 1945年的時候 墨西哥沙漠曾經就有發生過類似的東西 有看過這樣的東西 那就讓人家彩測說 莫非這邊有發生過這種核爆嗎 事實上考古專家針對那個地方 來加以檢測之後 發現它有一個中心點 然後慢慢向外減弱 周圍的建築反而是完好無缺 那就更令人傾向說 這邊有發生一場大爆炸 而且奇怪的是 這場大爆炸不僅真實存在 而且還似乎在事前就被預言 又有預言 對 怎麼說 因為在古印度史詩裡面 有一個叫做摩赫婆羅多的 這個其實是提到說 印度有兩大家族為了爭權 所以發動了戰爭 戰爭的規模還甚至牽涉到 天神 魔鬼跟人類 那裡頭就有提到幾句重要的章節 所有的活物跟非活物都會盡速滅亡 而且地上掌握所有的東西 都會在漫天灰燼中消失 你看這一段敘述 是不是就跟摩赫佐達羅 所遭遇的爆炸是一模一樣 對 一系之間就滅成了 對 那這個你將目睹 這樣的一個發生的這樣大爆炸 會一定是摩赫佐達羅嗎 考古專家也有這個疑問 所以他經過仔細 而且詳盡的資料比對之後 發現沒有錯 因為當時收到警告的亡國 就是摩赫佐達羅 因為在這個敘事詩裡面有提到說 空中響起轟鳴 跟著是一道閃電 那天空有一股火柱衝上天 有一道光過太陽的光 也就是比太陽更亮的光 將天空割過一半 所有的街道 房屋 都遭受到突如其來的天火襲擊 所以從這個地方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這就是我們現在核爆後的場景 對不對 當然有人會說 這就是古人發揮想像力 這樣子隨便寫寫而已 其實並不是 因為英國研究員戴文波 他曾經經過研究之後 他確認這個東西是有發生過的事實 因為他說 這些都是古範文本的主體 他們被稱為伊提哈瑟斯 也就是真正發生過的事 如果是真正發生過的事 那我們就要問 這麼先進的科技 怎麼沒有流傳下來 如果不是人類發明的 那人類怎麼會知道還可以預先講得到說有這樣的一個情形發生 那是不是代表他們也看過另一場核爆的發生 歡迎回到五七新聞王 最近娛樂圈的大事就是豬揚煉破局 小豬被轟為是渣男 但是渣男的這個議題呢 其實最近在南韓的這個戲劇當中也是非常夯的 渣男是現在才有的嗎 會不會在古代其實已經有呢 其實在古代皇權時代的時候 其實很多帝王跟這個將領 他們渣的程度 才真的是讓人家跌破三關對不對 是 現在有許多渣男 但古代的渣男也不妨多讓 我們來先講一下戰國時代的武企 那武企被稱為戰神 但是他也是拋家棄子 對妻子毫不留情的渣男 怎麼說呢 因為他早年為了求官耗盡家財 那結果他的同鄉的那些鄰居譏諷他 他一火大直接拿刀 把30多人都砍了 砍了之後 對 非常兇殘 那不得已只好亡命天涯 那在逃命之前跟母親決別說 我一定會求得一官半職 否則絕不回魏國 後來他的母親病逝 他都沒有回來奔上 所以他的老師增生非常的火大 你如此不孝 我跟你斷絕私生關係 結果這個武企後來就棄儒學兵 跑去投靠到魯國祭孫寺門下 那當時齊國想要對魯國出兵 魯木公就很擔心 就想要任用武企為將 可是他發現了 武企的妻子是齊國人 那你有沒有可能會去幫你妻子的國影 所以後來武企知道這樣的一個疑心之後 跑回家去 跟妻子說 我即將要求得榮華富貴 你願不願意幫我 那他的妻子說好啊 OK啊 結果武企就說 那個乳猴擔心我會投靠齊國 就是因為我的妻子是齊人 因此我就要借你人頭一用 他的妻子田是還以為他在開玩笑 哪知道還沒開口 那個武企直接拿刀 就把他頭砍下來了 對 那當然我們要問 那他有沒有因此當上大將軍 有 他後來當上了 可是後來也有人以此來重傷他 你看這個武企如此的行止不端 不忠不孝不仁不義 那這樣的人留在魯國 不會成為禍患嗎 後來魯木公因此拔了他的官 那武企就到其他各國去周遊列國 結果是有一度受到重用 但是也沒有真正取得人家的信任 後來還被人家怨恨 後來他是在戰場上被人家亂箭射死 而屍體也慘遭車裂 那這就是渣男的下場 那我們看到這個渣男下場已經很誇張了 北齊有個皇帝更誇張 居然讓自己心愛的女人公開裸體 太誇張了 對 那這是怎麼回事呢 這就是南北朝時的北齊 皇帝叫做高偉 那高偉一登上皇帝之後呢 他其實完全不想處理朝政只想玩 所以他在自己的皇宮 弄個市集跟村莊 然後自己還Cosplay成乞丐 每天乞討這樣很開心 然後他還廣納後宮 那他最喜歡的後宮美女 是一個談得一傻一首好琵琶的曹昭儀 那當時沐皇后為了爭寵 就把自己心愛的婢女來送給高偉 想說能不能來去奪走她的寵愛 結果高偉一看到這個馮小蓮 果然是迷上了 迷到什麼地步呢 來 他上朝的時候也捨不得跟他分開 乾脆直接在那個榮椅上抱著他兩個人 溺在一起 親親我我 太荒癮了吧 對 結果大臣要報告 報告皇帝 結果看到皇帝在那邊親親我我 你說怎麼講得下去 滿臉通紅 實在是講不下去 而且這個高偉誇張的行徑 不只是如此 他覺得說 這個馮小蓮如此之漂亮 獨樂樂不如眾樂樂 於是他居然要逢小蓮在金蘭殿上裸體 然後召告天下說 誰能夠出得起千金 我就讓你進金蘭殿一蘭美色 你看 扣員賺錢 對 太誇張了 所以後來他就變成是 成語玉體橫沉的由來 那北周皇帝聽到這樣一個誇張的行徑 就討伐他的行為 出兵去攻打北齊 很快大軍就到北齊的首都葉城 那當時大臣建議高偉說 你去跟大臣們演講一下 鼓舞他們士氣 結果高偉看到十萬大軍在前 不知道是太緊張 怎麼樣居然口急 而且話都說不出來 只能發出嘿嘿嘿的笑聲 結果那一幕實在太滑稽了 馮小蓮當場笑出來 旁邊隨行的太監也跟著笑 結果底下的將士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就大家一起跟著傻笑 你說這哪有辦法鼓舞士氣 所以後來這個 當天晚上就有士兵開城門 讓北齊的軍隊進來 高偉年紀輕輕22歲 就結束他渣男的人生 笑賞人才 對那不過不是只有荒淫的皇帝會如此 連雄才大略的皇帝也是渣男 像譬如說漢武帝劉策 我們都知道他創下許多豐功偉業 但是他渣男的程度 跟他的豐功偉業成正比 歷史上有三個成語典故都跟他有關 而且都跟渣男本質有關 對那第一個就是金屋長嬌 當時劉策為了要當上太子 所以他就巴結他的姑姑 還娶了他的表姐 陳阿嬌 還說我要建一座金屋來收藏他 結果有沒有給他一座金屋呢 沒有 因為他後來愛上另外一個美女 歌姬叫做魏子夫 不僅沒有給陳阿嬌金屋 還給他一座冷宮 所以陳阿嬌後來是在冷宮中 鬱鬱寡歡而死 第二個成語叫做烏骨之禍 那當時漢武帝劉策為了魏子夫 拋棄掉陳阿嬌 但是等到魏子夫年老社衰之後 他也冷落他 但是他不是只是冷落這麼簡單 他還因為忌憚魏子夫娘家的勢力 然後於是把大權交給他的一個 監令小臣叫做王聰 那就是這個王聰就在裡頭挑撥離間 挑撥離間他們父子之間的關係 還有跟皇后的關係 所以最後漢武帝劉策自己的兒子話不聽 居然聽小人的話就弄到後來骨肉香殘 結果這個太子被污謀反然後被殺 那皇后魏子夫也乾脆致敬謝罪 那這也都是他渣男行徑所帶來的後果 那第三個是母死子貴 那魏子夫死後呢 那後來他愛上另外一個美女 就勾益夫人 那勾益夫人為他生了一個孩子 叫做劉芙玲 劉芙玲聰明伶俐 那劉策就覺得我要立他為太子 可是怕母 幼 子 壯 以後會像呂后一樣垂簾聽證 所以他就說我在臨死之前 要這個勾益夫人來陪葬 你看他居然沒有母乙子貴 反而因此丟了一條性命 所以你看這三個典故 都跟漢武帝的渣男行徑有關 所以我們看看現在的渣男 古代的渣男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真的是不遑多讓 更精彩的電影我們馬上回來 知名的KTV發生大火 奪走了五條人命 但要講到這個娛樂場所發生火警 就要回到武林年代 那時候西門町有台灣最豪華的 這一個電影院 當時在小年夜的時候 竟然是發生火警 奪走了三十一條的人命 後來這棟建築物拆掉之後再蓋 聽說還是鬼影闖闖 其實現在武昌街 大家都講說那是電影街對不對 其實這個歷史從1954年開始 這個地方就開始發展起來 西門町那個時候 有一個叫做帝王 叫做周城玉宿的有沒有 他在這個地方 就是現在大家都以前叫做 西門町圓環有沒有 最熱鬧的地方 康町路 橫陽街 中華路那一代有沒有 他就買了一棟房子 建造了一棟房子五層樓 其實他那時候建造的時候 就跟你講說 那時候的設計圖是說 我裡面要有三部電梯 三座樓梯有沒有 可是後來之後他為了怎樣 他蓋完之後他就覺得不對 這個地方這麼值錢 我就開始裡面擺貨公司餐廳 很多營業場所 還有包括舞廳 那時候很有名舞廳 全部都蓋在裡面 所以蓋好之後 突然發現說不是三座三座 怎麼變成一座電梯一座樓梯這樣 這麼多東西 那個時候反正也沒人管 反正你就蓋好 過了就過了就算了 出事再說 以前的心態都這樣 所以你看果然 另外夜路走多了 真的會碰到鬼 那個時候這個新生戲院 就突然間 1955年發生了一個大火 那這個大火 其實以前那個建築物 大家可能不了解 他當初蓋這個時候 他不是用鋼筋混泥土 那用什麼 他那個時候用波狀鋁狀的 那個清鋼架 清鋼架之後在上面鋪木板 中間再夾那個隔音棉 所以全部都是木板 而且這個整棟大樓蓋起來之後 你會發現一個很奇特的現象 一棟樓竟然沒有窗戶 沒棟子 沒棟子外面洞這裡 海報 以前那個帆布的那個海報 全部這樣把它封起來 因為我今天要上檔 上檔的是什麼電影之後 那時候火警發生的時候 剛好在演一部電影 叫做海事三盟 所以那時候火警燒起來之後 消防車你知道 整個中華路 整個地區 橫陽街 這邊全部都封閉 橫陽路這邊都封鎖之後 消防車進不去 那火在裡面悶燒 我也沒辦法 沒有窗戶我怎麼救 所以整棟樓是這樣在封鎖 後來那個消防局長出來講 我們已經控制火事了 後來人家講說 原來你控制火事了 那應該死傷不會很嚴重 哪有 一看的時候整棟樓已經燒掉了 他的控制火事 就是整棟樓燒完了 燒完了控制住 所以那個時候有一個 其實這個發生的悲劇 因為整棟樓在悶燒 裡面有這麼多人在活動 所以後來一清查之後 竟然釀成31個人死亡 很多 其中有一個消防小隊長 叫曾光榮的時候 他坐著那個雲梯車上去之後 他在救人的時候 竟然被這樣一拉扯之後 他也墜下來 所以他死 所以殉職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這整個當初這些火警 發生之後 你會覺得真的是很誇張 你都想都想不到 當初為什麼會這樣 好 那這棟樓 發生死了這麼多人之後 大家會不會覺得很奇怪 有很多算命師就講說 這個地方不好了 你還蓋這些東西 都一定會 鬼影床床 整個陰氣太重了 畢竟淹死了這麼多人 有破解法 有破解法 他就乾脆把這個大樓 給你移平了對不對 我就挖了三層樓深的地方 我就在那邊曝曬 曝曬三年 曬太陽曬三年 這個陰地會變陽地 後來就 果然三年過了 最後又把它蓋起來 蓋起來 你看 後來你看 燈光閃展這個很漂亮對不對 變成那個 後來很多人就進駐 那時候台灣流行KTV 就開始變成KTV 可是變成KTV之後 這怪事又一再發生 不是已經曝曬三年了嗎 對啊 蓋起來也不好 因為說實在話其實 一般年輕人可能不知道 老一輩的人比較會在意這個 像這種很多KTV 就陰暗的遊樂場所或怎麼樣 最好不要在裡面待太久 為什麼 陰氣重 常年不見那個 像我們攝影棚也是 所以為什麼人家常常講說 有些攝影棚都有阿飄 在那邊看人家錄影 理由就是一樣的 這個題外話 接下來這個時候 後來發現KTV之後 很奇怪 你知道嗎 這個常常就有人就打電話 附近的住戶家裡面 都常常接到電話 半夜三更 都有一個女生打電話來 就跟你講說 我身體很燙 很熱 你可以再幫我 澆一點油在身上嗎 你是瘦的嗎 對不對 一天 兩天 三天之後 他剛開始說 瘦的也瘦太厲害了 而且一問的時候 附近鄰居有電話的 全部都會接到這種電話 都接過 就趕快集體就去問看看 到底電話從哪裡來 後來一看說那個電話一查 全部都從新生戲院來了 這不是已經沒了嗎 就是沒了之後他也是 對 沒了 所以大家才會很緊張 沒了為什麼電話還會來 後來更誇張的是 他那個女生上廁所 對不對 他就覺得說很奇怪 那個時候他上廁所的時候 就進去之後 他就常常有個女生在那邊 平常女生不是上廁所 補個妝或幹什麼 對 我們都會補妝一下 他每次補妝 後面就有個女生的聲音 傳出來說不用照了 再怎麼照你也沒有我漂亮 可是他看鏡子裡面 沒有人 有聲音 他說誰 一轉過去一看的時候 嚇得 嚇死了 原來那個女的半邊臉是被 很明顯就是那種被燒壞的 你在半夜三更 你在廁所裡面 有些事情你怕是會怕嗎 所以就跟你講說 這個怎麼一直傳出這個 那更誇張的你知道嗎 後來變成KTV 自民KTV陸續在這邊成立之後 那個KTV也傳出一些靈異事件 都是隔幾年 隔了三 四十年了你知道嗎 這KTV現在還在 而且蓋得很漂亮 不是 這KTV已經換過好幾次了 現在還在 現在是更漂亮 更豪華 那你知道常常他們就有人在 唱到一半的時候 突然間有個服務生 就跑 走出來說 你們需要什麼服務嗎 就跟他說沒有 不需要 沒有 不需要就進去 他們突然間想到說 不對 你怎麼進去之後 他們就跑進去看 那間不是便宋 你說服務生裡面便宋 對啊 那裡面是不是什麼 異度空間可以直接 或者按門可以直接走到服務台 他們就跑進去看 看得不對 這女生進去的話消失無蹤 根本沒有人影在裡面 那她為什麼會走進 走出來又走回去這樣 所以你怕就怕死 對不對 那更誇張的是最近2014年這一次 你看這張照片 有什麼特別 這個好像不大像是人 對不對 這一個陳姓男子坐到這邊 對不對 他在唱歌 看起來好像在抽煙 桌上都是飲料對不對 那旁邊這個人 為什麼一直看著他這樣 可是這個下面沒有下半身 而且這個照片出來之後 這個男的才嚇得嚇死 他說他那天去唱歌之後 對不對 他就叫服務生點化煤 他說我們要化煤要加酒 對不對 點得四次也都沒有來 可是他每次打電話去 都有一個女生的聲音 跟他講說好 馬上送 可是為什麼點得四次都說好 都沒有送來 後來他們要清場的時候 他就很不爽 他們在清他的桌面的時候 在跟他講說 我點得四次化煤 你們到底有沒有送 不是都給我說好 他說有嗎 你有跟誰點 他說我拿電話起來 跟服務台點 沒有 沒看到 後來他好 算了 回去之後 他們就是歡唱的照片之後 他才看出來說 這張這個女的 不跟他們一起唱歌的 而且這個 而且這張張看起來 就怪怪的 你有感覺嗎 後來他就說 原來他們點的化煤說好的 是這個女生 所以後來你看 他說看了這張照片之後 他才發現說 原來他們那天晚上 在包廂裡面 都有不明的人 好 我們常常聽到一些 詭異的事情 都發生在KTV 或者是飯店 要來問一下正義老師 因為我們人啊 有分好人跟壞人嗎 那阿飄有沒有分好的跟壞的 其實有時候是很奇怪 我一個學家的那個科夫 他因為大陸來了一個 就是商人 那那個時候台灣正跟大陸 打得火熱 所以很多投資案都希望台商可以進去 那他們就到台北來 台北來 這個科夫呢 企業家朋友就 他就跟他在飯店談 談得很愉快 談得過頭了 就是想說算了 要不然就在這邊住個一晚 就沒有回家 他一進去住呢 那他老兄呢 喜歡住那種很大的房間 所以那種從農套房 什麼對他來講是比較有魅力 他就想 好 反正有錢嘛 進去住 進去住呢 這個半夜 都已經半夜了 才進去住嘛 半夜之後就已經很累了 電話就響了 電話響了他就接 沒有聲音 沒有聲音他想 沒有聲音就掛掉了 電話又響又沒聲音 他這一下呢 他就火大 火大呢 他就罵了一句髒話 沒關係 就把電話放在外頭罵 那以前的電話是那種 掛下去 就是那種有撥那種 轉盤的那種 對 那個是掛下去 大概就 他就不掛 不掛大概就不會吵了嘛 電話響了 沒有掛他還響 對 接起來 沒有聲音 又沒聲音 他罵得更利凶 他說你無知情就出來了 你不要聽 還跟他嗆啊 嗆 半夜被吵醒嘛 後來他想 這樣掛都還響 就把電線拉掉 以前電話的他 對 有一條線 拉掉 電話又響了 沒有接線還響 這一下呢 嚇死了 櫃台 我要換房間 是 嚇都嚇死啦 因為碰到了嘛 對 那 好了 那因為這個案子 所以他就到了 就是因為那天 大家也談得好像很不錯嘛 他到了香港 他先 那時候我們沒辦法直飛 他先到香港 那個名字叫 第一個字叫哥 我就不講他名字了 以後大家不敢 他進去住呢 睡下來 就一個阿伯 背著他 坐在他的床底下 就是坐下來 他睡在後面 他睡著 睡著 腳底 腳後面也有阿伯 他那時候心裡已經有數了 他知道說碰到不好的 他想要 他恐無有力 他想揍他 是 發現 發現好像沒有 沒辦法實力 就人好像被那個 壓住那種感覺 被電腦一樣 就沒辦法實力 那阿伯又摸摸他的腳 哇 這下 毛了啊 這下要打的力量沒有 他只好練 阿彌陀佛 他想了很久才 那個阿彌陀佛練出來 那個阿伯才走 那他想阿伯走了 那這裡可能不乾淨 就是身上那時候 他有習慣性就是說 就是點一點那個清淨香 他會把那個煙灰缸拿來 點清淨香 過一陣子呢 香點在那個煙灰缸爆炸 爆炸 你那個煙灰缸是玻璃做的 你是冷氣關了是冷的 你在點香它是熱的 不是突然間就玻璃就爆了 噴著他到處 那個差一點火災 他想這個阿伯厲害了 就是他就沒有睡了 就打坐 接下來那個就是跟他太太 等於兩個人就到了 因為要投資錢在太太那裡 所以就到了這個大陸 到大陸去晉江飯店 好啦 他就先去洗澡 洗澡的時候 就洗完了準備刷牙 在鏡子裡面邊刷 看到兩個眼睛 眼睛看啊 就在鏡子裡面 你邊刷不是看鏡子嗎 鏡子裡面有兩個眼睛 他嚇壞了 他本來頭髮洗了還沒有吹風 他想不能讓老婆知道 那就想說好吧 那就算了 碰到只是兩個眼睛嘛 就是看就看嘛 接下來就是說晚上 那要不然我們就各睡一條床 不是在剛剛講好了嗎 說我一點可以大睡嘛 睡到一半他老婆一直 就是叫不出聲音來 他後來叫一次大聲 他問老婆怎麼了 他說有一個阿伯 從他後面抱著他 所以他知道慘了 結果他想這個案子可能不太妙 我已經連續碰到了 他就不投資了 到底是好還是壞 阿伯到底救他 那個案子最後就發生意外 然後公安跟那些政府 就把他停工了 那個案子等於廢掉了 所以還好 他到底這個是在 阿伯是在救他還是在弄他 原來是沒有戲